回到國內我們看台中西屯區有一處商辦 有成租戶掛名科技公司 實際上是經營地下德州撲克賭場 還找來身材火辣的女子當發牌核冠 而且嫌犯為了祈求生意興隆 還在賭場放了這個發財乖乖 那麼不過最後還是因為出入複雜 被警方盯上 所以搜索後把工作人員賭客通通 帶回正辦 警方小跑步衝進賭場 好幾名賭客聚集在賭桌前 上頭擺滿籌碼撲克牌計時器 還有長髮飄逸身材火辣的女子 穿著低雙上衣擔任發牌核冠 賭場雙邊還擺放了多包一路發財乖乖 這些都是29歲王興范賢 為了祈求賭場生意興隆所擺放 這處地下德州撲克賭場掛名科技公司 藏身在台中西屯區的商辦內 為了營造冰至如龜的高級氛圍 還在賭場旁布置招待所空間 提供酒水餐飲 王興的犯賢 還有工作人員四名 以及十二名賭客 那涉嫌經營參與地下德州撲克的 一個職業賭場 那現場查扣 籌碼 那換算成賭資 進來地大概一百七十五萬 科技公司掛羊頭賣狗肉 經營地下賭場 因為出入複雜 早就引起警方注意 警方搜索後 一舉查獲王興犯賢 四名工作人員 還有十二名賭客 偵訊後通通送辦 記者萬費林博蟲 台中報導 音樂 音樂 音樂